簡單玩遊戲,遊戲簡單玩 今天要來說說熔岩洞的攻略視頻 那目前經過簡單記的測試 至少要四個簡單才能通過這個副本 那如果要輕鬆打 只好要六到七個簡單才可以唷 好的話不多說,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開場會有一小群殭屍 目標是找到瑞秋 這邊殭屍可以先處理掉 找到瑞秋之後再回頭 回頭之後瑞秋會找到熔岩洞中的通道 這邊會有兩條通道 不同的通道會有不同種類的橄欖者 一種是燃燒橄欖者 如果靠太近會有左燒的效果 另一種是火焰吸水者 應該是會抓人 不過目前是沒有被他抓過 接著就會進入我們的BOSS戰 翼王芬里爾 攻擊模式列選單調 只要注意轉圈圈不要被擊飛即可了 整體來說就是隻皮超肉厚的怪 最後填血的時候會使用自我修復模式 這時候需要大家擊火 如果說出不夠的話這邊很容易浪費到時間 接下來就會進入最有趣的跑酷關卡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在中間停留 以全速跑過去即可了 如果裝備不好的話 建議在遠點先把狀態打好之後再過來跑酷 因為這邊的岩漿會隨時隨地的噴發 你如果被熔岩丟倒還是蠻痛的 其實不是熔岩噴發 而是下面有群橄欖者 會不停的將岩漿噴向你們 橄欖者是可以打死的 不過我自己是沒測試過 如果把橄欖者打死 這邊會不會更好通過一點點 這邊再補充一點 這個光圈左邊會有個安全區域 玩家可以先到左邊的安全區域 把狀態補好之後再迎接下面的挑戰 接著是開門關卡 這邊的殭屍器可以不用清完 最重要的目的是開門就好了 這邊可以不用清喔 這邊我教你們 這邊有個打法 這邊你拉到底 這邊拉到底 這邊有個打法 你們這邊拉到底 然後直接 直接 直接在這裡就可以打了 直接在這裡就可以打 啊啊啊啊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跳進來裡面啦 裡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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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這樣是安全的啦 這邊是安全區域啦 這邊就可以把那個清清清清就可以走了 之後就迎來我的BOSS戰負責二人 這邊整體難度也不會太大 比較麻煩的是兒子的毒 如果一直中毒 其實血量噴的還是蠻兇的 稍微注意一下腳下毒圈 記得去吃解藥 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這邊簡單會建議先把哈威打掉 分裂有的血量只要不要扣到一格一下 基本上不會出什麼奇怪的招式 如果多有輸出夠的話 基本上兩隻王都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另外這兩隻王也都會吃緩速 所以其實有一個人丟一下鎮定技是還不錯的選擇 那最後來說說我對這個副本的看法 基本上這個副本我是非常喜歡的 整體的副本遊玩時間不會太長 更多的是在BOSS戰場的體驗 如果火力夠的隊伍可以快速的通關 如果火力不夠的隊伍可以跟網友的激情的碰撞 整體來說至少這樣的改版是我喜歡的 也很開心遊戲策劃終於把玩家意見聽進去了 好啦我是簡單人生 我們下次再見